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八年前 是什么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 二十八年的执着寻找 今天又能否迎来期盼已久的相聚 有请 大家好 这位大姐您好 来 您请坐 来 大姐 我叫萧丽 今年五十八岁 我来自安徽 我到这儿来找我二十八年前丢了的女儿 其实我家里还有一对儿女 我这二十八年为了找这个女儿 我就没回过安徽的家 您跟我们讲讲您这个丢的是大女儿 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 我老家是四川的 老家是四川的 我小的时间是一个挺有主见的一个人 我要干什么事情嘛 反正家里大人也管不了 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自己找了一个对象 就算我们就在一起了 一起以后呢 就有了我这个女儿 生了就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嘛 后来我们就感觉到 她就不怎么管我们了 反正一个礼拜吧 都有时候见不到一生 也不管我们吃有没有 喝的有没有 她也不管 后来我感觉到好像没什么希望了 我就一气之下帮我女儿抱出来了 一个朋友说你去浦阳嘛 就是河南浦阳 她说后来我就带着女儿 一个人坐到车抱着她就走了 那会儿女儿才几个月 我们去了浦阳没有地方住 就在车站 车站里面后车室里面有那个长凳子 我们就在长凳子上住 晚上就抱着女儿在那个长凳子上坐到 她睡觉我就抱着她 抱着带的东西 那种衣服什么的 我就跟她盖着抱着怀里睡 有时候心里也在愧疚那会儿 就是我把孩子带出来是对的吗 但是我一想我的孩子是我的 我必须带出来不能丢给她 白天我还要去找事 带着孩子必须找事 不找事我们没得吃 后来我找到货了 在那个车站 那个饭店里面 在那里刷碗 那带着孩子怎么干活啊 那么小的孩子才几个月的 就四川有那种背带 有那种背带 我都把孩子就这样背到干活 就一直背到就这样刷碗 反正是 我天天刷碗 有时候肯定量大的时间 我都要刷到千八个碗盘子 夏天还行 就是到了中冬天 冬天有时候手冻得都开裂 冻得长冬床 但是也要做 有时候换到呀 我就会扭头跟她说 我说你在那儿玩 妈妈干活 妈妈给你挣钱 买东西吃买糖吃 她就会在那儿说 妈妈妈妈 她都会很开心地叫你两声 这样我一听到她 一喊我妈妈 我就感觉特别开心 我就是再苦再累 我也就把孩子带到 我就想到我能一双手 反正凭我一双手 我就再苦再累 我也愿意 我就是能把孩子养大 后来我就另外又组建一个家庭 又找了个对象 别人都给我介绍一个 安徽的 安徽的 后来我就去了 在那儿三年期间 我生了一个女儿 二女儿 后来又生了东东 一个儿子 看到这两个孩子出生以后 我感觉挺好 有三个孩子在面前 天天围着转 也是挺开心的 也挺高兴 后来我就去打工 我说把大女儿都丢到家 我就去荷兰浦浪 到快年底 我本来是说过年就回去 接着到哪月的一天 我就在我上班那个地方 我一下看到我儿子了 小儿子 小儿子 东东 我就当时一弄 我就说 我东东 你怎么在这儿 我儿子说 他就跑上 妈妈 大姐丢了 来了一个亲属 我都问他 我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是 打看到你没回去 就把小群跟东东那样 带着来找你 走到新乡 在新乡那个地方 在那儿换车的时候 把孩子丢了 把小群丢了 当时我就懵了 我一下天都塌了 我那一会儿 突破突破地难受 我心里想 我孩子这么大了 怎么会丢了 我那时间 我带出来 我那么苦的时候 他那么小 我都没说把他弄丢 他这么 这么这会儿会丢了 我就是这样 等到那儿再想 就这样哭 哭哭 哭了 行了还得要去找 那几天 脚都没成泡 没得 脚过后都那个 都起了泡 全部 都泡破了 躺的血 都不知道疼 我都特别崩溃 我就想 我还不如死了 算了 我活到这样子 这样子天天 受得这么 后来我都喝点酒了 喝了点酒 但是就感觉 特别难受 这个心里 这个胃 这个地方 烧得我 烧得我 想到我的小群了 我都听到 他喊妈妈的感觉 我一听 我一想 我说我还不能死 我死了 我的孩子 谁去找 我的孩子没人管了 我说我不能死 后来我就 赶紧打120 又把我救活了 我出院了 我就回去 我就想到 我说我要出去 找女儿了 反正我一直 要坚持下去 不认她在哪儿 我全国过地 我哪怕 到处去 要饭 不认怎么样 我就去找她了 丈夫的疏忽 不慎弄丢女儿 妈妈对丈夫 充满了怨恨 很快 她便做出了一个 近乎疯狂的决定 把二女儿和小儿子 留在家中 独自一人 踏上了寻女之路 此后的二十年 她一天都没有回过家 您都去过哪些地儿找她 去的地方挺多 你看福南福北了 河北了 陕西了 山西了 内蒙古 还有福建 我都去过 一边打工 一边找孩子 去了基本上就是在车站打工 就是在车站 人流那样大的地方 那刚丢的时候 她本来就还有 一个八月都过年了 那时间那一年是 特别难受的一个年 那一年 我就去找人家老板 老板都说 那人家都过年都回家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我低头头跟她说 我不想回家 老板心来特别好 说 你晚上要不你就在我家 跟我那一家过年吧 我不要 我说我一会儿回家去 过后我回到 回到我住的地方 我就直接上床了 也没吃年夜饭 没有吃 什么都没有 最后在床上 我就坐到 拿着我女儿照片 我就跟她说 谢谢 我小圈 我你今晚上来陪妈妈过年 妈妈今晚上 特别孤单 特别想家 也特别想你 我也想你弟弟妹妹 我就这样的 说到哭了 我妈妈现在 为了你一份的事 弟弟妹妹也不要了 家也不要 你姥姥家都不要了 就只能找你了 就这样讲 就跟她一直 跟她讲话讲 她呆哭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间 就这样睡了 丢了的第二年 我听到说 有一个人犯子带孩子 带到父辈 那个什么猪状卖了 后来我就去找了 我就在想 那会儿 我该去找孩子 该就怎么去找 农村里面找孩子 你还不能去打听 人家哪家买孩子了 哪家要孩子了 是吧 我过后就去要饭 去农村里要饭 我本来是长头发 那头发也很脏 高的 都能去 我穿的 我那个上班的工作服 我都一些油 看到是特别脏的那种 我要饭的那一片 家家父父就要 家家父父就去看 我就心里想 我可能把那个孩子看到 我就有时候 敲人家门 敲开门 就有时候进院子看 人家还说 你一个要饭的 你还往屋里去 我说我不上屋里去 我就是要口水 和我渴了 最后我在那个地方 要了好几天 才把那几个状况要完 晚上的有时间 累了 就在那有时候路边那树底下做的歇歇 有一次做梦 我的女儿 我在楼上 那种楼上 她在底下 一个楼梯爬呀爬呀爬上去了 爬到我快够到的时候 她就说 妈妈你抱抱我 后来 就这样喊 妈妈你抱抱我 抱抱我就这样手插的 我就撑手去抱她 我怎么也够不到她 后来醒过来 就是在哭 最后我也想 我老是这样飘得着也不是个事 找了那么多年也没找着 最后来我又回到埔阳了 回到埔阳 我跟几个朋友商量 后来我们开了一个研究店 有一天 来到四个男人 就在我那个烟柳店坐着不走了 当时我在忙 我开始也没注意 坐着坐着吧 后来我都忙完了 我看他们几个坐着也不走了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干什么都不走 他们说收保护费的 我还要找我的女儿 我的钱可不能乱花的 不能随便叫他们都拿去找她了 收保护费我不需要他们保护 我自己能保护我自己 我心里这样想着 我当时挺纳闷 我说你坐到这儿干什么呀 我说 他就说了 我坐到喝口水不行吗 我说这儿是你喝水的 你喝水你到你家里去 你别在我这儿坐到喝水 你喝什么水呀在这儿 他说你看你这人 你坐生意了 我要不你过滚出去坐 你要不你都走 你别在我这儿坐到 我就向他们讲 讲后来他们就走了 你后来想这事后怕不后怕 当时都害怕了 其实当时你心里挺害怕的 但是他们就觉得 这老板可够厉害的 到最后 他们走了我都害怕了 我其实挺害怕 这些年在外头 跑了那么多城市 一边打工一边找女儿 就一直没回安徽的家 二十年没回家 二十年没回家 你觉得心里亏欠儿子 还有那个女儿吗 亏欠 我一直是亏欠他们的 我不是不想孩子 我也想孩子 我也想孩子 有他爸爸在家照顾的 放心没事 但是我这个孩子没人管了 妈妈也没有 爸爸也没了 都不知道在哪儿去了 我必须要找到他 就是这样想 其实那么多年 没找到孩子 还把孩子忽略了 家里的孩子 其实在这儿 我也想 跟我家儿子女儿说 其实妈妈不是不想 妈妈也想 几个孩子都会到身边 我也想像人家那样 走个普普通通的妈妈 跟着孩子身边 转来转去 但是没办法 妈妈心里实在 过不了的卡 回不了安徽 妈妈为了找姐姐 忽略了他们 对不起他们 他们理解这件事吗 小的时候应该不会 现在应该理解 后来在二十二岁的时间 儿子来接我回家 他让培养来接我了 说妈我来接你回家吧 他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在外面找也没找到 你回家去吧 也许哪一天 姐姐会自己回来 我实在也想家 说实话 我也想孩子们 我就说那行吧 回到家以后 女儿就管孕的 就去上海 在上海跟女儿 在那里跟她做饭 跟她做做家务 带孩子 就跟她带孩子 因为我亏欠他们的嘛 我跟她带的孩子 也算弥补一些 弥补一点的 回到家中 妈妈尽自己所能 弥补二女儿和小儿子 她和孩子间的疏远 再一点点修复 但是 丈夫怒丢女儿 这件事 始终像一根刺 深深扎在心里 她对丈夫 依然充满怨恨 其实你这个家庭 现在这个状况 根本的矛盾 我觉得是 她出于她对 丈夫的怨恨 如果说 如果她把她的 丈夫这个怨恨 这个结给结了 这个家庭的 和睦的关系 会迅速的 能够建立起来 当然 如果今天 你的女儿回来了 可能你的心结 也就解开了 希望你身上 展现给我的美好 你自己一定要保持住 而且发扬下去 做一个会笑的母亲 好不好 谢谢 小大姐 您带来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呀 从一开始我就想问 带来这个是我儿子 结婚的时候 嗯 我想到我的大女儿 我就说 儿子小儿子就要结婚了 我的大女儿 不知道什么样了 是不是也结婚了 后来我就想 我该怎么办 我想了 想没办法 我就 去买个十字绣 那个绣了幸福两个字 绣了以后 我就把它表记来 放到我家里 我住了个屋里 你想它的时候 我就在那看看 我们能看看吗 可以 小大姐 你这个十字绣呢 是给女儿准备的 给女儿 希望她幸福 但是我们希望 这也是给自己准备的 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女儿 这个就是 你们母你俩 二十多年之后 再次幸福的会面 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 也能幸福 我们预祝你好不好 谢谢 我们都在帮你 小大姐 接下来来看看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 是怎么帮你找女儿的 好吗 好 来 请看 小丽大姐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 楼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寻人信息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也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和警方 为您进行寻找 我们接到您的学人 求助信息后 首先在等着我官网 跟宝贝回家寻资网 进行帖子比对 很快 我们在等着我官网 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帖子 报名登记信息中 女孩记得自己的脚 曾经被烫伤 有有一个疤痕 记得自己的家是安徽的 经常发大水 自己是在西乡谷舌站丢失 家里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这些信息 与您提供的家庭情况高度相似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警方 为你们进行踩写比对 我们警方在接到南部署的求助信息后 立即联系双方当事人 并帮助当事人提前拆选 拆选后 我们将双方当事人的学校 入入双方打管DNA数据库 进行比对 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妈妈 我是你儿子董彤 虽然小时候你为了姐姐 对我跟二姐都照顾很少 我们恨过你 气过你 但我们现在长大了 一姐 你 心中那份苦 希望你 能够把姐姐找回来 我们一家人团聚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孩子丢了 我都得找这个女儿 我都无恙无悔 我的心中打到里面 我也无怨无悔 我只要能找到她就好 我也想像别人的妈妈一样 在孩子们身边 开开心心的 做一个很平凡的好妈妈 肖大姐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也想像别人的妈妈一样 在孩子们身边 在孩子们身边 开开心心的 做一个很平凡的好妈妈 肖大姐准备好了 肖大姐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哪怕是再困难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只要能找到女儿 干什么我都会去干 请开门 女儿 永远 我永远 抱歉 因为你经常 signals 你也听着 你都会说 battlefield 我跟你说 我永远 心味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好了 小大姐 来 把小群带过来吧 带着妈妈 带着妈妈 咱们过去慢慢说 小群哭的 找到妈妈了 找到妈妈了 我就是那个 妈妈秀的那个 妈妈笑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小的时候 你自己小的时候的东西 都不在家 我不在家 没有给你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了 你小时候的东西 阿姨看看吧 健健康康的 好发无伤的 放心了吗 谢谢 是不是 这母女俩还长得真像 你看就是亲闺女 七月 跟我们说说 怎么找到的小群 我们最终是在河南省 鹤壁市的郡县 找到的小群 当时你是怎么丢掉 当时是 就是去找你 然后在新乡 那个火车站 就跟那个女的 在那待了两天 就那个女的 跟她熟了 那是个人贩子 就是人贩子 我晕车 我就喜欢到 跑到外边去玩 就那天早上 她就说 她说我带你去吃饭吧 我就跟她走了 然后她就带我上车 等于那一天 其实小群是 跟爸爸分开了 因为小群晕车 所以她自己跑了出去 这个时候 人贩子觉得 时机到了 然后追了出去 跟小群讲 我带你去吃饭 这样她就再也没有 和爸爸会合 所以我们听说 您这些年 真的一直怨恨爸爸 这件事情 在小群的记忆当中 如果是事实的话 真的不愿爸爸 其实爸爸对我挺好的 你也想爸爸 挺想的 也很想爸爸 我想问这个女儿 就是你当年被拐的时候 几岁 你应该记得吧 九岁了 我忘记了 大概就是 九岁了 那边上学了 知道自己被拐的 一定要联系警方 来反映相关的情况 公安机关都会 立案侦查 然后把他们解救出来 让他回家的 谢谢陈局 谢谢 现在回家了 妈妈找到了 马上回去就能见到爸爸了 你今天带来的那是 那是给他们带的礼物 这是给妈妈带的围巾 不要再结婚爸爸 以后我们一家人 幸福的生活 这也是女儿的一个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温柔的 暗笑的妈妈 祝福她们永远幸福